你好朋友,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Quilin 今天这一期视频是一期临时奇异的聊天视频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基于外貌特征,外貌形态的歧视以及刻板印象的问题 最近世界上也是有一些地方发生了一些由于种族歧视所引起的冲突 前几天我又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篇关于纹身女孩的知乎帖 标题叫做我不要有纹身的儿媳妇 我也会把这篇文章的链接贴到信息栏供大家参考 这个帖子的大概内容是讽刺一种以纹身为排除婚恋对象条件的这种行为 说爱一个人皮囊和灵魂都会被接纳 光靠纹身定义别人是不对的 我自己就是一个拥有大片纹身的女性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帖子的时候呢 我还觉得挺正能量的 但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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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翻到底下的评论的时候 我真的完全傻眼 满屏的都是什么 鸡汤 软纹 要我我也排除 你有你纹身的权利 我也有我不选择的权利啊 我身边的纹身的人都有不堪的故事 我难道因为他的纹身跟我全家反目吗 你有纹身就应该要有面对非议的勇气 还有更过分的说 夜店的女人八九成都是有纹身的 我这样新生代的年轻人也接受不了纹身 这篇文章真的是看得我非常非常深刻的感受到悲哀 我很想很想跳出来直接反驳这些人 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今天只是挑出纹身来说事呢 可能不会被大众所理解所接受 因为纹身这件事情呢 确实目前在国内还算是一个比较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这么一个小众文化吧 所以呢今天我想从某一种的外贸形态的歧视跟刻板印象跳出来 来聊一聊为什么一切基于外贸的歧视和刻板印象都是极其片面以及不健康的 第一点就是尊重人的个体性 第一点呢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你用一切外贸特征笼统地归纳一类人的时候 你就忽略了个体性 然而这个个体性恰巧是你是你 我是我 他是他的根本 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去忽略这个个体性的话 那你我他就和所有和我们长得差不多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这个世界呢也就会失去很多由于个体性而产生的一切存在 比如说真挚的爱情 比如说难能可贵的友情 再比如说良好合理的分工 更深层次的去看呢 也关系到很多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啊 媒体啊和内容 也就不会有任何一个爱豆是因为可爱反转的性格而被大家所认识 因为这个人如果不能达到大众审美的那道卡的话 他就不会有成为爱豆的机会 可是问世界上又有几个人真的能长在所有人的审美上 而且按照这个逻辑啊 世界上有很多人可能从小就真的认为 说黑人是一个比别的种族更具有攻击性更危险的人群 那今天这个白人警察无缘无故的跪死一个黑人 在大街上岂不是还是一个近乎合理的判断咯 当然不是 如果我们都按照这个逻辑和规则去生活的话 那世界上将没有天理可言 很多人会因为自己的外貌特征而无缘无故的去承受 他们不愿意承受的偏见误解和现实 仔细想想啊 这和我们平时叫嚷着不公平的地狱歧视啊 家庭背景歧视啊 到底有什么差别 这些在帖子底下攻击别人的人 你们扪心自问 当你们看到一些类似于男的身高不到1米75就是二级残废 或者是这个女的体重过百 就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的这种话的时候 你们心里是好受的吗 你们真的内心觉得公平吗 你们真的能达到所有所谓的这个大众的审美标准吗 还是说你们必须也找到一个什么东西来挑剔其他人 你们就甘心了 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以来的教育啊都告诉我们 以貌取人是极其片面的 是肤浅的 是不道德的 不健康的 那怎么到了有些时候 这些我们从小就在学习的传统美德就不算数了呢 尤其是当人们谈论所谓的伴侣的条件的时候 别人挑你就是以貌取人 你挑别人难道就不是了 二 关于接受多样性和多样性的审美 说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反驳说 你刚才说的那些很多都是不能自主选择的外貌特征 纹身是你自己决定的呀 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就应该已经预见到未来可能会受到别人的质疑和偏见 那你凭什么说我们 是我承认在我自己做我自己的纹身之前呢 我确实也有过一些心理建设 不过说实话我自己花自己的钱纹自己的皮 我又没有违法乱纪 我也没有丧尽天良伤天害理 我到底是为什么要为未来别人可能在我身上投射的偏见和争议而做心理准备呢 难道你无缘无故的因为别人的外貌特征 对别人投射无理由的憎恨偏见和歧视是一个正确的行为吗 在我看来啊 这一类可以被自主选择的外形外貌问题的冲突呢 一般都是由于审美不同而造成的 在你心里可能觉得纹身都跟坏人有关 坏事有关 在我心里却可以是个性和艺术性的彰显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不会说随便看到街上走一个有纹身的人 我都会觉得他的艺术造诣很高 他非常有品味 冲动的缺乏选择的 为了纹身而纹身的行为 当然是不值得被提倡的 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就一定不能接受某一些外貌的修饰 还必须要进行主动的攻击呢 在我看来啊 这件事情是有一定的懒惰跟自大的成分存在的 因为很多人懒得进行更深一层的自主判断 他们懒得真正去了解一个人到底怎么样 他们看到大街上有一个女孩有纹身 然后一拍脑门 坏女人 so easy 并且同时呢 在评价别人的同时 这类人可能会莫名其妙的获得一些满足感和优越感 因为毕竟他们是给予他人评价的那个人 我们平时看电视看选秀的时候也知道 评委一般都是某个领域里的比较厉害的权威嘛 然而这种行为本身呢 其实是一种非常低级的心理错位 审美本身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自古以来就是各花入各眼 你喜欢骨感洒脱小麦肤色 我就喜欢肤白长腿有肉带感 你喜欢浓眉大眼一身精干 我可能就喜欢凤眼魅惑微胖可爱 这些都无口厚非 接受多样性和多样性的审美 才是一个社会文明和包容性的体现 简单来说呢 依然是刚才那句话 在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情况下呢 允许你是你 我是我 允许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在这个社会得到满足 得到认可 当我们大家都能放下有色眼镜 不基于任何外貌形态做预判 真正的去尝试了解 不同的个体和群体的时候呢 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到 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思维角度 这样我们才能真真正正的 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 以及去建造这个多元化的社会和格局 世界才能够真正多姿多彩吗 第三点 言论自由不等于网络霸凌和杠精 这一点是我今天想说的最后一点 也是我觉得最有可能 直接改变行为的一点 往往在发生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一类 思想的冲突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说 你有做自己的权利 我也有表达我自己意见的权利 好像只要加上一句言论自由 很多人就觉得自己获得了 攻击别人的责任豁免权 这一点其实是大错特错的 这就和你妈跟你说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然后把她的一切思想跟想法 都强加在你身上的这种行为 没有任何区别 本质上来讲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霸凌和对自主思想的不尊重 最关键的是 你妈至少还应该是真的想要为你好 可网友不一定都有这么善良 言论自由的定义呢是 公民按照自己的意愿 自由的发表言论 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基本权利 但要保证被译人员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 也就是说呢 你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但如果你只是跑去别人的帖子底下 或者视频底下对于别人的外表言论看法和行为进行无理由的抨击指责 内涵侮辱仇视 那这就不再在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之内了 这叫网络骚扰和霸凌 再简单点说 你可以在网上随便发个微博说 我觉得纹身不好 没有人会管你 没有人有权利可以管你 但如果你非要跑到别人女孩的照片底下说 有纹身的都不是好女孩 这就构成了没理由的人格侮辱和骚扰了 这种行为是极其不道德的 严重的甚至可以构成犯罪 如果你认为这种不道德是个小事 没有什么可在乎的 那我希望你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关注我 如果有些人只是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所存在的问题 那我希望我今天这支视频呢 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正向的启发和思考 如果你赞同我的观点和想法 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频道 最后我想说啊 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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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觉得现在由于这方面的法律 目前还不健全 就装空子当喷子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 这年头你知道谁家有矿有手段啊 Karma comes back bitch 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频道 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的频道